1700迪尔伯特发表论词,1660盖里克发明的摩擦体电机,1720格雷发现导体与绝元体的区别,1733度飞驱分处两种电荷,并总结出净电作用的基本特征,1745克莱斯特·马森布洛克发明来遁平,1747富兰克林发表电的单流质理论,1752富兰克林做风筝实验,一千变在地面, 1788伐尼,发现挖退筋肉收索现象,1785库伦纽串实验,得到静电率的平方反比定律,1792复杂研究大伐尼现象,认为是两种金属接触所致,1800复杂发明复杂电队,1820奥斯特,发现导体通电产生磁效应,1820奥,扎发,由实验归来出电流源的磁场定律, 1820到1826年安培,由实验发现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定律,1826欧姆,确立欧姆定律,1831法拉蒂,发现电磁感应现象,1832亨利发现自感现象,1833法拉蒂,提出电解定律,1834愣次,建立愣次定则,1835, 到次提出高斯定律,1843法拉蒂从实验证明,建核手衡定律,1845到1846年纽曼,为国在安培比瑞的基础上发展电动力学,1861麦克斯维,引进位于电流概念,1864麦克斯维建立电磁场理论,提出光是一种电磁波, 1887赫兹做电磁波实验,正式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理论,1896洛伦兹,创立经济电磁论论,发展了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理论,1821法拉蒂,制成用化学电源驱动的电磁旋转机,是电动机的雏形,1831法拉蒂,做铜盘旋转试验,制成第一台直流发电机,1834牙科比制成回转运动的直流电动机, 1845基尔霍夫,提出两个基站电路定律,也称基尔霍夫定律,1853W,苍姆逊指导第四次大西洋海底电缆,突射成功,1867西门子,制成自己是直流发电机,1876贝尔发明电话,1878亚布洛县克夫,发明多线交流发电机,1879埃迪生,发明碳四百尺灯,开创人类电器照明时, 1882德普勒远距离高压直流数电实验,1885贝拉里斯,提出交流电机的旋转词唱理论,1886特斯拉,发明大像一部电动机,1891布洛县克夫,制成高压,流阵变压器,1895玛克尼发明无线电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